如果全部都蓋社會住宅的話 那你會害這整個地區都被標籤化 可能有人會說住這邊就是比較窮的 可能有人會說這邊是貧民窟 為了不要有這種標籤化的現象 所以林家榮說我們一塊 給一般的建商去蓋住宅 一塊拿來做社會住宅 兩個共融 共融之後就不會有標籤化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一塊要賣掉 一塊是拿來做社會住宅 所以這個等於打臉這些國民黨議員 一直在問說林家榮幹嘛不兩塊都拿來做社會住宅就好 被標籤化了 難道是你們這些國民黨議員要負責嗎 其實林家榮是要保留那一塊 對 做社宅 林家榮當初特別想過做過的設計 這是第一個打臉 第二個打臉是什麼呢 第二個打臉更糟糕了 這個國民黨議員做出來的 講說太原段社宅用地爭議始末 最關鍵的部分 你看他說林家榮 到了2018年5月14號的時候 林家榮市長於專案報告中 把太原段社會住宅刪除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社會住宅是林家榮自己刪除的 不是盧秀燕刪掉的啦 但是這句話呢 我們後來發現這個叫做謠言 這個叫造假 什麼意思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一張是我們看到的在108年度 就是2019年的時候呢 台中市住宅基金的業務計畫跟預算的說明 在這裡面觀眾朋友看喔 他裡面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是2019年耶 2019年這份預算誰編的 林家榮編的嘛 才會有2019年的預算嘛 2018變2019的預算 來各位看 台中市北屯區 太原段社會住宅新建計畫 統包 然後裡面再告訴你說 你看時間計畫時間從108年1月起到112年12月號 共計5年 計畫總額新台幣16億6661萬8千元分5年編列 所以昨天還有國民黨人在講說 林家榮編出預算才算啊 林家榮編出預算才算啊 這不就是在這裡嗎 預算都告訴你了 項目都告訴你了 題目都告訴你了 太原段北屯區的社會住宅新建計畫 這是2019年108年度的 那這個時間點當然是盧秀燕要去執行的嘛 那所以你怎麼說林家榮把它刪掉 林家榮不但沒有刪 而且呢 在你們台中市議會自己相關的記錄裡面 都找得到這樣的檔案 所以怎麼能夠在這個時間刻意荺木混珠造假 用這種方式幫盧秀燕護航呢 這是我覺得最不合理的 第二個 終結我們要來講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盧秀燕為什麼讓大家這件事情 引起很大的質疑是 你到底跟總太基地產的關係是什麼樣子啊 為什麼可以在這過程裡面 至少讓我們看到 盧秀燕跟台中的房地產開發商時間 看起來你至少有三招在協助 台中市的地產開發商嘛 首先各位先看一下 這個就是盧秀燕賣掉了 我們剛剛講的太原段的社會住宅用地之後呢 他賣多少錢 他賣38億 可是你知道建商賺多少錢 建商告訴你說 注意看建商自己說的喔 建商說他們總銷售金額達150億 所以建商就告訴你 光是這一塊社會住宅 一萬一千坪啊 觀眾朋友 一萬一千坪的土地 你不拿去蓋給年輕人 你拿來賣掉 你38億賣掉 然後建商告訴你 我這邊我可以總銷售150億 150億扣掉38億 然後再換算成建商保守獲利三成好了 這也有三四十億的近賺收入耶 對建商來說很補耶 更不用講說建商旁邊還有其他的建案耶 然後在這裡面更誇張的是什麼 盧秀恩市長你這個賣掉這個社會住宅土地 你讓這個建商拿來大肆炒作你知道嗎 你看看這個是什麼場景 大家看這個圖片 為什麼我給大家看大排長榮的場景 他們要進去這個餐廳裡面 這個餐廳裡面是像這樣的一個碗宴 為什麼這個碗宴呢 各位知道嗎 這個總泰地產 他給他一二期的租屋 他剛說來來來來 我辦了這樣的一個碗宴招待大家來 為什麼招待大家來呢 他說我們買了這個社會住宅的土地 然後呢我們預計要蓋1800戶 那這裡面我們抽出50戶出來 讓大家可以去抽籤 結果呢來了這麼多人 他說還有年輕人 是貸現金要來預約裡面的房子 然後大家用這種飢餓行銷的方式 讓你搶的預約 所以呢這麼多人 你說抽籤是送房子嗎 他是不是送 他是要買喔 不是送喔 是買喔 而且要告訴你不二價 你不能溢價喔 抽中才能買 對抽中 而且你不能溢價 你開多少 你就多少錢買 要不然你買不到 還有這樣 他就用飢餓行銷的方式告訴你說 你如果再拖了 你就買不到 所以你還是要用抽籤的 所以你想想看中江 這難道不是一種炒房的方式嗎 結果呢現場你看 這是台灣的知名的地產學者 張金樂 當時痛罵 痛罵說 政府帶頭開放草樓耶 他說這簡直是把一個社會住宅土地 你把它變成炒房樂園嘛 對 所以你看盧秀元的一個行為 讓國內的知名學者痛批說 哪有政府帶頭開放說 把土地變成炒房樂園的 而且那個土地 本來還是社會住宅利用地 對 可是我給各位看更誇張的 這個部分把社會住宅土地便宜賣給建商 即便他是透過飆售的程序 但我所謂的便宜兩個字 是這個土地對社會來講 一瓶三十八萬有效嗎 土地一瓶三八萬 很效啦 所以對於社會觀感來講 這個土地等於是算便宜賣給建商哦 這是盧秀燕等於幫建商的第一招 有人說那周邊是一瓶五六十萬耶 當然啊 而且建商要賺的錢不是土地 賣三十八萬是很便宜的 建商要賺的錢不是土地的錢 建商要賺的是蓋成房子之後 一瓶一瓶的錢嘛 所以中間我們說他的價格 從一瓶十八萬十六萬十五萬 漲到一瓶三十萬三十一萬 這價格翻一倍 對建商來講 你想想看 我賣一瓶建平的價格 跟我賣一瓶土地的價格 已經快差不多了耶 所以對建商來講划不划算 划算 但是堆疊的房價更高啊 是 所以我們就說盧秀燕市長 你間接協助這些建商的第一招 你就是幫他降低土地取得成本嘛 那第二招是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二招的部分呢 是我們看到的是 台中市的公告地價 大家看一張 2016、2018、2020 你看2020 6都 台中市的公告地價 是裡面降最多的 降20.06 其他各都呢 你看高雄市是-0.43 其他都是正的 只有台中市跟大家都不一樣 一降降的是20.06 那這有什麼差別呢 跟各位講啊 台中市降這麼大的地價稅 好到哪些人 我一般小老百姓中江 我們土地池分 5倍、6倍、10倍 你哪有降多少錢 對於土地池有多的 我舉一個例子 台中市的星光三月 擁有4,472坪的土地 他在2018年的時候 需要繳的稅金 是6,390萬 但是台中市給他一降稅之後呢 他要繳的稅金是5,113萬 活活的少掉1,277萬的稅 對於土地越多人來講 少掉的稅越多 所以這不等於 間接在幫那些囤地的建商嗎 所以對於這些建商 跟土地開發商來講 台中市政府很體貼 我有機會可以取得 便宜的這個社宅的社會住宅 我也有機會可以怎麼樣 讓政府幫我降稅 降的比其他縣市都來得多 那更誇張的來了 各位看一下 我們有跟各位講過說 在台中社宅預定地周邊 這個叫總泰王國 什麼叫總泰王國 因為都是總泰地產開發的建案 所以你看總泰2020 總泰巨座 然後現在標到這個社宅 叫總泰新資所向 上面叫總泰明日 這個是總泰清淨 然後這一邊有總泰美樂地 這邊有總泰東方越 整個都是總泰大地 現在已經連成一片了 變成一大塊非常完整的 一大塊 這邊還有一個總泰地產服務中心 人已經多到可以開服務中心 人還多到可以叫你來 這個像我們剛剛講的 開趴買新建案 在這個情況之下 現在台中市政府 為了這一大塊的土地的需求 現在最新的是在這邊 要新建一個新的橋樑 你有看到這邊要新建一個新的橋樑 在橋樑做什麼 它叫做這個太平區環泰東路 銜接新坪路 三段橋樑新建工程 你這邊有這麼多的住戶要住進來了 當然這裡就需要有橋樑 方便進出 可是總將我們現在 對方便進出 可是總將我們在講的是說 當然住戶本來就有橋樑的需求 可是呢 本來人家這邊是規劃 對政府來講 台中市本來是規劃完整的都市建設 這裡是有社會住宅的喔 可是你現在把它呢 社會住宅拿掉了 變成大部分都是總泰建設 我請問你 這個橋樑難道不會看起來 長得很像是為了總泰亡國而蓋嗎 這就是我們講的第三個 盧秀燕的市政府讓大家覺得說 你協助地產開發商的第三招式 把公設跟地產開發商融為一體 那這樣子難道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會不會對這一些建商土地開發商來講 你溫柔過度呢 對的確 所以有人說嘛 這個盧秀燕市長賣地媽媽 炒房女王嗎 媽媽市長是應該要照顧廣大的弱勢 或是年輕人 怎麼現在完全是照顧到建商跟財團呢 對這些財團呢 竟然是這麼的體貼 服務非常的周全 到最後還蓋座橋 這個方便這個兩邊的總泰特區的民眾 能夠快速便利的進出嗎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來靜宇這個你怎麼看 現在市長看起來是完全在照顧這些 之前選錢就在說他在照顧嚴家了 現在呢 被發現是在照顧這些財團建商 而且還大降地價稅 讓這些大地主跟建商可以少掉這些稅 這個媽媽把他這邊 最辛苦的這些市民朋友的財產 炒了一個多好菜 給這麼多的財團跟既得利益者 所以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當時在選舉的時候 在三年前地方選舉的時候 講得很好聽 這個媽媽市長要照顧大家 他有照顧人啊 只是他照顧的都不是這些 真的該被照顧的人 剛剛其實這個清皇講到 這邊因為人居住的多 比方說以這塊原來社宅地 他旁邊有這麼多的聚落 你想想看 我一直強調 社宅要方便年輕人 照顧年輕人 你一定要交通的銜接 你社宅蓋在一個偏僻的地方 第一沒有人要住 第二個這個年輕人 他住在偏僻的地方 他沒有交通方便 他也沒辦法上班 最後這個社宅就會淪為不好用 所以你看原來的設計 那個社宅用地在那邊 旁邊有開發聚落案 這對年輕人剛好最好 第一個 他可以用比較便宜的房價 取得一個很好的地段 因為他旁邊都是好的房子 我們稱讚 總統他們蓋很好的房子 沒有錯 那旁邊有一塊 年輕人在好的房子旁邊 好的社區旁邊 你接下來要幫他搞一個橋 你想想看 這對年輕人上班 方不方便 這對年輕人進入社區 是不是進入市區也很方便 所以本來的規劃很好啊 貪心到這種程度是直接把社宅拔掉 我這邊大造證我全部都要 會不會太貪心了一點 這是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像公告市價 台中市是怎樣 盧市長上任之後 我們台中市很衰 是不是 盧市長上任之後 我們台中市崩潰了 是不是 我們的公告地價 可以掉成這個樣子 就剛剛講嘛 如果你今天這個城市 發生了巨大的問題 你公告市價往下掉 大家沒話說 沒有啊 他不是說欣欣向榮嗎 當然啦 昨天卓問庭前局長有說 我們真的人口開始移出了 對 好 就是盧市長上任之後 我們人口移出變多了 那再來這裡面也講到 他對於一般人 像我之前也被大家講過嘛 我有那種一百萬分 一百萬一百分 一百萬分之四十八的這種持分 這種降市價 對我沒有關 被我沒有影響 太微乎其微了 但是對於那種大地主 一大堆土地 正在要蓋房子的建商 我成本下降了 對 我又可以取得土地 然後我賣的時候 你覺得他因為這個原因 他賣的時候賣比較便宜嗎 不會嘛 他賣房子 當然還是賣比較貴嘛 對 我們一陣子強調 你的社會住宅 政府去做這個東 我取得我的土地是政府的 我已經少了成本 我讓年輕人住用的時候 我的成本就可以比較低 因為政府不用跟你賺錢 可是今天這個土地 到了建商的手上 建商一定要賺錢 我知道啊 現在我們所有的 包含原物料也好 包含工人 所謂的這個所謂工錢也好 都往上漲了嘛 你讓這個建商 先扒了一層皮 再來跟年輕人說 我很照顧你們 我是媽媽市長 媽媽市長 在扒年輕人的皮耶 所以我要先說一件事情 也感謝國民黨這一次的罷免案 跟這次的補選案 因為今天所說的 臺中的這個媽媽 是個賣地王這件事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了 我們的議員有沒有質詢 有 可是臺中市議會 這些議員在這邊質詢 他就跟你對謝謝 沒有沒事就過了 全臺也沒有人矚目 甚至我必須說 關心所謂土地正義 關心臺中市年輕人發展的 這些朋友 他根本沒有機會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這個地方 這個媽媽正在賣地 像剛剛提到這個交通的建設 我們臺中的這次的捷運 藍線為什麼大家那麼生氣 因為捷運藍線 捷運照顧到的是誰 捷運不用 我就講嘛 捷運不用照顧嚴家 嚴家出入都有人幫他開車的 他幹嘛搭捷運 他們不搭捷運的吧 他們不需要搭捷運 誰需要捷運站在我前面 年輕人 廣大的民眾 他省這些交通成本 沒有錢買車 或者是可以省下開車的錢的 這些年輕人 需要工作的人 他需要捷運站在他的附近 今天講捷運也好 講這些道路 或者是這個社宅也好 臺中市市府 一直講不清楚的是什麼 他到底做了什麼 評估說 我放在這裡之後 我造福的人會比較多 到底哪些人的需求 讓他有說出來 不要跟我講什麼兩站都很好 我說不知道 我五百公尺設一個站 會不會更好 大家當然會講 他一開始是說 太長了 坐兩個小時不好 他自己講的 怎麼今天會亂口供嗎 所以所以現在就說 你如果能夠拿出很好的證據出來 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要在這裡 因為這裡的交通節點是什麼 我之前就講過 我在當立委的時期 我們到甚至到韓國 去看所謂智慧交通 智慧交通 你用捷運卡 你用這些所謂 像臺中市 我們還有市民卡 好我市民卡的這個交通節點 我上了這班公車 下了這班公車 哪幾個點是最多人的 或者像我們剛剛講 龍井這邊 盧秀院市長說 我們西淳這邊 我要設宅 因為很多人 像剛剛親黃講 我們北屯有很多人 我們沙路有很多人 我們龍井沙路有很多新進來的 在這個地方 中科進來的年輕人 這麼多年輕人 他難道真的 我們一直在講龍井那邊的站 你真的不用給他一個捷運站 那你這邊 你給我一個好理由 說這裡的人比較少 你如果能夠證明 這裡的人都很厲害 出門都開車 不需要捷運 我輸給你 所以這裡面 我必須說 這一次希望大家繼續檢視 因為我們臺中市的議員們 對於臺中市政府這個媽媽市長真的是已經質詢質詢再質詢 不論是賣地也好 不論是地價稅的事情也好 不論是空屋的事情也好 甚至捷運的事情也好 他們都在議會有質詢 可是這個資訊沒有辦法被看見 所以也要麻煩所有關心臺中 或關心臺灣年輕人發展的朋友們 請來關心一下這件事情 我們不會放過這個現實 對的確 從這些事件的檢驗當中 我們可以看出媽媽市長到底是在照顧廣大的臺中市民 還是照顧那個特殊的派系 家族跟財團建商來晚 從這個我們剛剛這個前一段也討論 現在這個連政署也去調查了這個宜蘭 那相關這些臺中這麼多的事情 難道不是必然嗎 恐怕很多的民眾都有打一個大問號了 很簡單 我們在重劃跟區段徵收的時候 要去建設這邊的街廓 水溝 馬路 路登 公園 那這個錢總不能叫台中市民出吧 不能叫台北市民出吧 因為是你們的土地啊 所以應該你們出 可是我都還沒有開發 我沒有錢啊 那就借錢來開發 跟誰借 跟銀行 跟平均地權基金 有些地方縣市政府 還有縣市政府的建設基金 林志廟今天被搜索的單位 就在管這些的 然後呢 這一個錢呢 你借了多少錢 比方我借50億來開發 借38億來開發 那我開發完了之後 公借公開 來來來 你們的地畫一畫完了之後 這些營建成本 開發成本要還啊 所以叫挖一塊地來還 還什麼 叫做抵廢地 所以抵消費用的地 是這樣來的 所以通常你借38億 底標是38億 然後呢 配餘地 就是分配剩下的地 一樣 我賣了之後 要來還債 中國國民黨的台中市議員 到目前都在說這一段而已 這個本來就一定要賣的啊 一定要賣來還債啊 好 我賣了之後要來還這個錢嘛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問題就是 該講林家榮那個時候為什麼要賣 我有一大堆抵廢地 我要還債 那我還夠了 還要不要繼續還 我有兩塊地 三塊地 我賣了第一塊就還夠了 我後面是不是可以就不要賣了 不用賣 所以前面都要不要賣 前面要賣要還債啊 所以林家榮前面的地 除了有避免標籤化以外 他要還這個基金的債啊 所以前面賣 本來就要賣了 你欠平均地權基金 你那個不還喔 有按年利多少在課利息耶 有時候一年要繳幾百萬的利息 所以前面賣地是OK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 賣的地夠不夠還 2020年去年幾個月前 4月吧 台中市政府一樣在賣這些配漁地 底費地 總共有22筆 後來成交了11筆 我告訴你底標多少錢 底標 他賣的是水南重化 烏日高鐵 太平風中斷 我跟你講啦 那個靜宜的選區都有啊 這些地金不金華 金華 底標多少 底標158億 中江你知道他賣多少錢嗎 賣多少錢 只賣一半而已喔 22筆底標158億 他只賣出11筆一半 得標206億 所以夠不夠還債 夠 還債有沒有剩 剩多少呢 我剪一下 剩48億 那這一次38億要還錢 48億夠不夠還 夠啊 非常夠 我賣一倍賣 可以來平均地權基金了 所以當時林家中的做法 就是我如果錢還了 或者我地方縣市政府 大家覺得照顧年輕人 若是居住需求者 有需要幫忙 這個地要留著 那我用稅金去貼補 都可以 何況這不是用稅金耶 我是開發之後 台中土地的價格一直上漲 我本來買10塊 現在人30塊買了 我們拿來還債 就還有存在可以打冠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了解 他確實是賣地來還債 可是前面賣的 早就已經遠遠超過你的債務 夠還了啦 那媽媽市長 如果要照顧年輕人 我坦白講 如果不夠還 你用稅金去還 台中市民還給你掌聲鼓勵 照顧這個城市年輕一代 或者弱勢居住者 何況我剛舉的是 2020年4月份 台中市政府的底費地 配餘地標售 就賣了206億耶 那現在說這個太原段 這邊是不是 已經設宅夠了 那現在來了 挪到稀屯去了 我們現在賣的錢夠還了嘛 那現在就面對選擇了 第一個 這一個三十八億 跟一個另外一個是林佳龍 當時就規劃的政策 財務規劃都有 預算剛才清晃也拿給大家看了 也就我這塊地位置不錯 交通地理環境不錯 雖然這些人是住社會住宅 人不是去吃 他是我們這個城市的主體之一 講更直接的養小肌膚蛋 這些年輕人有未來 他是這個城市的將來 如果說真的 我們這個平均地權基金 借錢來開發 重劃趨斷徵收 不夠還 賣應該的 因為不還債 會產生利息的負擔 你台中市那個配餘地 跟地費地已經賣得超量了 有夠行銷 甚至於台中的財政還不錯的話 你都可以利用稅金 來留下這些精華地 好了 你現在標說 38億 你就把年輕人居住的需求 弱勢居住者的需求賣掉了 賣給建商了 所以你不要再講媽媽市長 我還沒有講你對跟錯 但你不應該叫自己叫媽媽市長 你是賣地 或者說你是一個財富市長 理財市長 是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陳設問題就是 公共建設是為了誰 剛才講那邊蓋橋嘛 對 如果那裡蓋社會住宅 你蓋橋蓋公車站 我都可以掌聲鼓勵 對啊 服務民眾啊 因為你提供一般人 年輕人好的設施 facility 現在是財團建商買去了 你每蓋一座橋增加土地的財富 誰賺走了 我都是 新的地主賺走 我如果是社會住宅 我每蓋一座橋 這一個價值的增加 誰享用 全民 對 差別就在這裡 你的公共設施投資 是為了供還是吃 最後我要講 這是命運的巧合 記不記得2018年 林家用怎麼被擊垮的 林家用民調不錯欸 市政滿意度很高欸 很認真在做欸 喔PM2.5反空污 我贊成要反空污 可是台中火力發電廠 是國民黨蓋的 減藍煤的量 是林家龍跟民進黨政府減最多 蓋的是國民黨 現在背國民黨在那裏林家龍 一點道理都沒有 人家一直在努力架降 更何況中火佔 佔整個PM2.5 大概三分之一以內啦 因為還加上工業排放嘛 好 當時吳錫坤 就是連署空污 每天罵林家龍的領銜人之一 對 天天罵 後來呢 罵到林家龍垮了 盧秀燕當選了 他就這一個太原段140號第1號 進入總泰集團的南中午 他都標到 對 而且標到一年後 你注意看 他這邊是他接受訪問的 這他的位不是我們的位喔 他以前空污說林家龍啦 這個不好啦 然後呢 現在呢 空污跟以前空其實狀況差不多 雖然藍眉減亮了 可見中火不是元凶 境外漂入的啦 移動性污染源都有 可是呢 一年後他買到那個太原段的土地之後 他在訪問中說 我絕對百分之百支持盧秀燕 然後呢 總泰集團 他本來是董事長 總裁 他說我退休了 可能他現在的名稱叫做 總泰集團主席 我不懂主席大還是總裁大 可是那就是引導的公司嘛 所以命運的巧合在於 選舉前這個人的操作 對盧秀燕的當選 確實是有所幫助 對 幫助很大 盧秀燕當選後一兩年 太原段第1號的土地 經過標售的方式啦 他買到 賺大錢我給他競起 可是從那一刻開始 他百分之百支出盧秀燕 再也不講空污了 對 那他到底是空污的環境保護者 還是土地的開發者 或者根本是一個政治的投資者 對 這到底是命運的安排到底 他是哪一種角色 我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這時機的巧合 還是什麼 命運的捉弄嗎 有這麼剛好嗎 奇怪 怎麼都照顧到這些建商財團 那現在臺中市府也說 這個當然這個之前 林佳龍就賣地了 而且是林佳龍 取消了太原社會宅 明先生 這敢不敢這樣說 是在說謊還是造謠呢 要講居住正義 我其實我可以講 我還算有點資格 因為我一直在睡房 我一直沒有買房子 其實台北的房子 貴到要死 現在買不去 對我來說 我工作快二十年了 我也沒有買 我繼續在租房子 那事實上 我一直很支持公宅政策 包括台北市 起到現在是1.8萬戶 公宅要選哪個子 當然歷任市長都會規劃 選址之後 那可不可以再做規劃 再做調整 公宅政策是可以的 以台北市來講 像今年我們有喊咖的公宅 有兩個地方 一個東湖 然後一個延平 東湖是因為地方抗議 原本選址了 在做地方溝通的時候 一個公宅 我們要求要有三場公寅會 地方就沒有了 地方就抗議 所以那個 後來今年預算編了 一千塊而已 那延平公宅 因為量體太小了 所以五十多戶而已 所以就暫緩了 因為不符他的效益 那台中你看 從林佳龍規劃之後 到盧秀燕接起來 好 就說選址的部分可以改變 可不可以變更 可以 那問題說要說明清楚 第二個 是他總體的公宅的量能夠不夠 因為中央自己蓋六千戶 交給地方要蓋六千戶 老實講 公宅要計算誰的政績是這樣子 林佳龍規劃 他就規劃 因為規劃你還要第一個邊預算 第二個地方溝通 其實我們算是這樣 如果以台北市來講 郝龍斌的 柯文哲的 怎麼去計算呢 動工 是以動工 誰動工為主 因為還是要以說動工開始 就算他的政績 所以這樣做切割 可是老實講 市政是一棒接一棒 林佳龍規劃不少 那盧秀燕開始有做 所以他們市政 他現在是到底是在收割 然後兼工籍抹黑嗎 你如果說延續就延續 那也OK 或說你也有規劃也很好 但問題是現在追本作源就在於 那塊地 現在已經是反擊壓 說是林佳龍取消太原色宅 所以如果說 因為他其中有一塊 他是切兩塊 其中一塊是做色宅 就公宅 那另外一塊市政績 這一塊 如果說他調到其他的量體 可以有更多的負數的話 這一塊他另外要標售 這是可以的 那只說標售 剛剛大家一直在質疑說 那個有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有沒有跟總裁建設 跟他有沒有利益關係 這個市政府當然要解釋清楚 那最後我要講這樣 台中老實講 他是搖擺州 從2000年之後 包括甚至升格之後 每次市長都只干一任而已 胡志強一任 林佳龍一任 所以接下來盧秀燕能不能打破 一任的魔咒 老實講 當然台中是藍綠是板塊 是很接近的 現在盧秀燕的確是面臨一個考驗 因為在立委補選之前 就已經是備受抨擊了 然後支持度也是大跌了13泡 來 范老師 所以顯然現在盧秀燕的動作 是在止血嗎 但問題是你止血也要有所本 市府對外說明 到底是有沒有清楚說明 還是攻擊抹黑兼造謠 我們看到就是說 把這個北屯這個社會住宅 用38億 原本有3500戶的社宅消失了 把38億賣給了這個總泰建設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社會住宅 我們知道剛剛大家講到 要幫助年輕人成家嘛 可是這個附近呢 基本上已經是個總泰亡國了 那我平常好多東西要建案 所以大家懷疑 是不是因為我們知道 社會住宅比較便宜 大家會擔心說 是不是因為這樣會造成 附近的總泰的建設 它的這個售價 或它的這個價格 會不會往下掉 影響行情嘛 建商應該會認為受到衝擊 你有這塊社宅 在我的這個建案的 這個旁邊中間 旁邊嘛 對 就是萬宏從中一點綠嘛 你這個綠 你的價格比較便宜 會不會造成周邊這些 總泰建設的房子 房價 它的房價一定拉不高 對 往下滑嘛 或者說我要在賣的時候 價格不會那麼好嘛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種操作 大家現在看到了 那我舉個例子 剛剛講過這個北屯這個地方 這麼多的建物 那我們是不是要 因為有這麼多人進來 是不是要建國小 國小的目的是讓附近的 小朋友可以念書嘛 用便宜的價格 結果我把市政府把國小預定地 賣給了一個私校 設一個雙語的貴族小學 可不可以這樣做 如果是按照這樣的話 我再找個地方來設國小 請問這樣可以嗎 這影響很大 很大嘛 你一般的小學收費便宜 對不對 然後這個相關的設備也很好 但是我現在賣給一個貴族學校 那在這邊念書人 就不是在附近的人了 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人來 那學費很貴 一個一學期可能要七八萬 那這是不是造成附近住戶的 一個不公平 所以不可以這樣做嘛 同樣我們不可以把 社會住宅的用地 賣給總太建設 去設豪材嘛 他的每一瓶的這個價格 立刻就翻了好幾倍嘛 我們看到他之前 一瓶大概是14到16萬 現在一瓶已經快到31萬了 就飆漲嘛 之前有這種案例嗎 其他縣市有把這個 設宅用地賣給建商嗎 本來林佳龍是要讓 這個社會住宅跟豪宅 還能夠融合在一起 你現在把這個社會住宅 給兩根拔掉了 你在歧視社會住宅嗎 這是不應該的嘛 另外我們看到 主要還是因為這個 總太建設的總裁 他現在要創辦人 叫吳錫坤 他現在是總太集團的主席 他當初是力挺盧秀燕的 所以大家會覺得怎麼樣 瓜田裡下嘛 以盧秀燕2018年當選 你上任七個月 就把這個土地賣給總太 你怎麼效率這麼快 頭桃暴離嗎 是不是早就已經規劃好了 他當初這個 吳錫坤支持盧秀燕競選 等到你一當選這塊地 我就已經把意樣把他給拿回來 所以這是不是有操作 而且你知道總太集團多可怕 他有七家建設公司 包含總太建設 還有總太地產 七家建設公司 有三家的營造廠 其中兩家是甲級營造 包含總太營造跟藍圖營造 還有日太資產管理 他的住戶多到要成立一個管理公司 另外還有永福教育基金會 還有總太廣告 上中下游都有 從建設從營造到廣告 都是由他總太集團 一起來操作 所以這個集團多大 那我們不要忘記 盧秀燕他的家族跟營造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啊 他的先生 廖素嘉 曾經當過三屆的市議員 他的公公 就是廖素嘉的父親叫廖紀魯 擔任過台灣區營造工會的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營造工會理事 他的家族跟營造關係很密切啊 但我不是說他們的家族就跟吳錫坤有關 而是如果他們都是跟在營造這一塊 有關聯性的話 大家不免就會覺得說 你應該要避嫌嘛 你盡量要避免跟營造 或者跟相關的產業有關係嘛 因為你本身家族只有這個關聯性 可是為什麼不避嫌 而且大家看到你們跟吳錫坤的關係 這麼的綿密 大家不禁會認為說 這樣的做法是相當的不公不義 的確盧秀燕跟這些建設商 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為什麼這麼剛好呢 在盧秀燕當選之後呢 這一塊社材用力就賣給了 這家建設公司老闆呢 來 郭董哥 如果對照這個宜蘭光一個蘇澳的土地重劃 檢調都要去這個搜索縣長 跟這個局長 那臺中這個案子呢 難道沒有那樣的嫌疑嗎 總長你剛剛一針見血講出來了 盧秀燕的問題 不是在公仔蓋在什麼地方 公仔蓋得又好又快 問題不在這裡 問題是你跟總泰建商的關係是什麼 你要說清楚 這才是大家想瞭解的嘛 我會在這裡奉勸所有政治人物 如果你們想要在土地上賺錢花財的話 有一天這個土地會反撲的 這個很現實的問題 這把火今天燒到盧秀燕的台中市政府 證明說什麼 很多事情是瞞不了市民的眼睛的 當時大家沒有那個力量把這個底下尖開來給大家看 現在整個打開來 大家的疑問會越來越大 現在不是只有這一塊土地而已 還有沒有 我們在這裡質疑啊 包括胡志強當年任內七期的開發 當時大家也一直在質疑很多問題啊 是不是要一併來做個解決啊 土地正義不是口號啊 過去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一直喊土地正義 居住正義 結果呢 土地都落入財團跟地方派系黑金的結果手上了 所以台灣為什麼土地越來越貴 那些學者不斷講 不能這樣炒作 可是你打開來看 我們地方小嘛 土地被地方黑金勢力控制住的話 那人民就要付出加倍的錢去買這個房子 這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台灣的基礎正義到現在沒有辦法解決 從無殼鍋牛一直到現在幾十年了 那時候國民黨掙錢在他手上解決不了 現在國民黨一倒下去 年輕世代一起來才發送 為什麼我們要受這種苦呢 不過這次很違反一般的政治常理 一般來講縣市長第一任的時候 不敢在土地上大動手腳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連任 土地是大家眼睜睜在看的 跑不了那個沒有辦法 像什麼東西把它燒掉就沒有了 所以第一任的時候 只有在那裡規劃 只有在那裡找 只有在那裡想辦法 連任成功的時候 開始就大動手了 你偏偏不知道前任規劃的 你在大動作在改的時候 那就問題就出來了 所以我說不是你公仔蓋得又快又好 蓋在哪裡 現在是問題說 那你為什麼把這塊地 你明明是蓋社會住宅的 你為什麼會去賣給這家建設公司大財 然後這家中央的立場是什麼 人家瞭解這個 我相信年輕朋友對政治可能沒有那麼敏感 不過這次會引起這麼大反應 這把火這樣燒下去的話 如秋葉 你自己這要小心 現在我們才瞭解說 為什麼一月九號這個補險 這麼長的時間 大家在質疑袁寬恒的時候 你從來不敢吭聲的 從來不出來講話的 到今天為止也是 今天還是說謝謝 前天他的這個建設 都發局 交通局 新聞局出來 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就覺得搖頭了 你補險的時候 你不出來趕快澄清解釋 來幫袁寬恒一個忙 也幫市政府的立場贊助 袁寬恒落選了 你們現在開記者會再大肆說明 昨天這樣有止血嗎 這樣子證明什麼 證明這件事情 你 臺中市政府有鬼嘛 你現在知道這把火燒到 你們臺中市政府趕快出來解釋 又從這個捷運站 一直解釋到土地 解釋到什麼東西 那奇怪 那段時間大家在問的時候 你們臺中市政府 好像都沒有人在上班 也沒有人出來說 不對 這個跟我們臺中市政府 沒有關係 我們要說明 也沒有 到底什麼內幕 今天這個事情再這樣 再一揭發看 我看看盧修偉 你自己不出來講清楚 你光靠你底下的局處長 沒有用啦 宜蘭那個例子在現在發生了 我再相信就是因為補險的時候 大家都不敢動 因為動怕影響險情啊 一定要被當成目標一樣 萬箭穿心 好 現在補險完了 宜蘭既然動了 那我現在問臺中的電視 你們現在還不動嗎 你們不了解真相大白 給大家知道嗎 如果說這裡面絕對沒有違法 絕對沒有正常勾結 也還人家盧修偉清白啊 如果我們民主制度都不能維持 這個法治最基本的一個原則底線的話 青年事態還有什麼前途啊 好 盧修偉為了止血呢 昨天的記者會除了說明有關 太原段設斜的問題 另外呢 有關這個中捷藍線 也就是被外界的戲稱為是東瓜線呢 他們也進行說明啊 那交通局長葉昭甫他就說呢 林佳龍呢 沒有規劃設定這個平領站了 那設置的這個B4站呢 因為人煙稀少 而且位於保護區內 所以也沒設置 所以呢 然後呢 也沒有這個所謂的雙鐵共購的事情 那原規劃雙鐵呢 還距離260公尺呢 那至於經費增加的是 林前市長呢 沒有將土地徵收 納入預算規劃 真的是這樣嗎 那其中外界也關注 有關正英站啊 這個之前呢 也開過三場公聽會啊 也是藍綠議員多數贊成啊 那那個消失的平頂站呢 他們現在呢 就說呢 要再從下一站就是B9的國際接站呢 加開這個平頂出口 來滿足民眾的需求 來清皇 有可能嗎 這個B9國際站跟平頂站 距離有多少 能夠說再多開一個什麼出口 到平頂站去嗎 中獎 一切都有可能 但是你要把報告 評估報告給人家看嘛 我們就講整件事情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在問台中市政府是 你請問你相關評估報告到底在哪裡 你做了這個決議 那你報告要告訴大家嘛 你為什麼做這個決定 到底要講出來嘛 報告沒有這樣 像現在呢 你看我們本來之前聽到看到的 他的報告裡面 明明出口就是在原價的土地上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 這個現在雖然沒有平頂站 可以設一個靠平頂 往平頂方向的出口 那這樣就很奇怪嘛 那請問一下 那你這個結果跟之前不一樣 可以多設一個出口的 專業考量在哪裡 重量就是第一個我們要問的 第二個你可以發現台中市政府辦的這場記者會 我們的疑問你都沒有回答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嘛 我們之前兩大疑問問過了 第一個問題是在問他什麼呢 是在問他說你當初呢 之所以不設正英戰的原因 你的專業顧問公司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是2020年7月的新聞 大家去Google都看得到 你台中市政府告訴大家說 這是專業顧問公司講說 如果在正英要設站的話 那個十幾層樓高啊 而且那個東西還在二高 國道三號之上的高度 十幾層樓高 你說設了一個這麼高的站 會有危險 再加上那個地方呢 風比較大 對來往的人也有安全上的考量 所以你們決定說正英不設站 好那我請問一下 請問台中市政府 你們就這個專業報告裡面的結果 你給了回答的嗎 沒有嘛 你2020年7月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是有危險的 正英戰是不適合的 到了2021年的1月的時候 可以讓閻立敏副議長 發在自己臉書上面 告訴大家說 我爭取到正英戰了 你沒有回答任何安全性的疑慮 到現在台中市政府的記者會 仍然沒有回答 請問設正英戰是否安全 這件事都沒有講 那你就告訴我說 藍綠都有人在爭取 可是我們要講的是 藍綠那個叫民意的爭取 民意的呈現 我們要問的是專業報告上的回答 你回答了沒 你沒有回答嘛 這是第一個問題嘛 第二個問題 在整個我們講說 台中線藍線的變綱裡面 幾個專業的問題都沒有回答 包括我們講說 請問那個台中港站 為什麼莫名其妙就會突然直接轉彎 就往你不去設在那個最重要的outlet的那個站 你反而莫名其妙移動了 移動了之後 只讓大家發現 他距離彪哥他們家的兩個電子游泳場更近而已 一個遊戲男孩嘛 一個小一個什麼 一番嘛 那這兩家 這兩個土地 然後那個林靜到底是土地有誰的 對 然後據說那附近林靜到現在傳言 就傳言已經有幾家不同家族的土地 那不管這是傳言還是真的與否 我們要問的是專業考量在哪裡 為什麼會做這個評估 第三個是 這中間的路線的變更 從這個殺戮車站的要共共跟不要共共 到要移動不要移動 需要有我們說有連接到跟沒有連接到 這些考量你都沒有講出來 而且你製造更多的疑問 而且中間我現在更大的疑問是什麼 我更大的疑問是 一份交通專業評估 評估完了之後 你台中市政府決定完了 送交通部核定 然後就可以開始好好的施工 正常程序是這樣 可是中間你想一件事 台中市盧秀苑市長把林家庸市 實在的東西做一次變更 變更完了 再因為我們講說 這個陣營站不知道到底要還是不要 也不知道專業考量在哪裡 與否又做一次變更 變更完了 好了 就是你後來送交通部的東西 送去了之後 現在你告訴我們 還可以再做改變 想改就改嗎 那我請問一下 你這個變更 難道不需要有其他任何專業上的審議嗎 你這個變更不需要再送到交通部去嗎 如果需要的話我請問你 一拖再拖二拖三拖四拖 你到底要拖到什麼時候 你沒有拖到交通部那邊核定完 就是沒有辦法可以開始施工 對於台中人來講 這個捷運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施工藍線就是遙遙無奇四個字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請問台中市政府現在表現的只是讓我們大家對他的專業程度打了越來越多的問號 正常的狀況之下是我問你的報告問題你要能夠回答我 而不是像這樣關鍵問題你都閃躲 你不但閃躲你還證明給我看你還可以說改就改 你不覺得這豈有此理嗎 對 所以對於台中市政府來講 你現在要做的是針對這些專業問題好好的回答 而不是拋出一個東西說你看藍綠都有爭取 所以呢 所以呢 對 難道這樣子所有的選民就要買單嗎 可以因為你丟了一個 民意在現場都有爭取我就要買單嗎 我們要聽的是你連最原始的安全問題都沒有回答 那我要請問那你其他的變更我們到底要相信什麼 對的確現在台中市府最大的問題就是送出去的報告問題重重 那現在呢交通局可以說想改就改嗎 明明沒有那個平領出口現在說有了 所以呢每一個站呢包括正英站似乎都是有很大的問題 B4 B5站要不要捷運共同也是一個問題 那現在那個B1這個三井阿里等等竟然是提前轉彎 敬宇這個所以呢這我們就說台中市府現在是想改就改 還是說想要呼嚨外界要彌補現在失血的盧市府 所以麻煩台中市政府還有麻煩台中市政府交通局 把你的專業拿出來給我們看 因為他們一開始先講說每個民意代表都有來要求 每個民意代表都有贊成 當然民意代表反應地方需求 民意代表如果自己還要去做那個影響性評估 他自己去找專家 那他來當局長就好了 幹嘛他當民意代表 所以民意代表當然會幫地方去要求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邊很重要 幫我們設個站 我們那邊也有人說要站 民意代表當然會要拿出這些要求 問題是我們就尊重你台中市政府 你交通局理論上不是自己腦袋想想要畫什麼線 你應該會找專家學者來評估 哪裡的交通量人 哪一個路線過去 可能在徵收的成本上很高 哪個路線可能會有風險 像剛剛青黃講的太高了 會有危險 哪個地方要下地 哪個地方要升高 你的專家評估在哪裡 現在看起來就是 好 如果說之前加榮部長 他們那個時期 我們送出去的報告 如果你說盧市長 那時候覺得好 我要我的專家有不同的意見 你當然會有不同的專家 你認為別的專家意見比較好 你修了 我們大家沒話講 沒有啦 根本就沒有共構啦 雙鐵距離兩百六十公尺 廢話 不然兩條鐵軌是放在一起是不是 他的雙軌的共構 就是在同一個站體裡面 這裡是鐵路 這裡是捷運 我要走過去 當然是這樣叫雙軌共構啊 不然兩百六十公尺 不然請問一下局長 你的共構是兩條鐵軌放在一起是不是 跳過去就是另外一條是不是